类似的感觉并不陌生 颇有经验的克莱恩 立刻借助小丑的能力 控制住了脸部的表情 和身体的轻微站立 他柔和但不急促地将视线收回 让刚才的随意一瞥 没有表露出过多异常 哎 塔利姆是如此年轻 他甚至还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克莱恩顺势感叹了一句 他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这句话能让他看到 鲜花女子时的微妙反应 有足够合理的解释 从与塔利姆有一定关系的女性 联想到了对方的婚姻和家庭情况 联想到了朋友是英年早逝 于是卑不自胜 是啊 其实以他的年纪 四五年前就应该结婚了 可惜的是 他祖父的事情 给他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心理阴影 一直排斥着婚姻 直到最近才有好转 记者麦克附和着叹息道 这个时候 装似正常的克莱恩背后 就仿佛有一层层荆棘在深深的 缓慢地插入他的皮肤和血肉 让他的精神高度紧绷 那名左手小指戴蓝宝石戒指的黑裙女子 支起身体 沉然环顾了一圈 然后在两名侍女的陪同下 安静地离开了塔利姆的坟墓 向着远处渐行渐远 呼 克莱恩无声松了口气 他背后被刺着的感觉迅速化为了冷汗 他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来目前献花 塔利姆的恋人 可是 没才没事没身份没地位的塔利姆 怎么可能会和一个涉及灵级封印物 或同层次半神的可怕人物有恋情 这又不是小说 而且 应该就是他利用诅咒杀死了塔利姆 背后的水好深 克莱恩表情沉静地听着记者迈克和外科医生艾伦 讲述塔利姆的往事 他迅速发散开思维 觉得这件事情上最让人困惑的一点是 一个没钱没事没身份 没地位没实力的普通人的死亡 竟然会涉及灵级封印物或同层次的强者 这简直不可思议 但这并不是孤立 类似的事情在我周围还有一起 克莱恩忽然有所联想 望向了外科医生艾伦 这个普通人的家里 很可能藏着一条序列衣的水银之蛇 顺着这个思路 克莱恩回忆起穿越过来的近五个月时光 愕然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 与多位半神 多见恐怖封印物有了实质牵扯 刚才那个杀死塔利姆的女子 水银之蛇威尔昂塞厅 独神者阿蒙 王国博物馆内手段神秘的女性 玫瑰学派的高序列强者 008 1-42 因斯赞格威尔 编译的太阳圣辉 安提格努斯家族笔记 疑似死神后裔的阿兹克 爱格斯先生 门先生 黄昏影视会 一个个名字在克莱恩的脑海闪现 每数出一个 都让他想到吸口凉气 他沉下心灵 仔细思索道 这还没算位居这些至上的真实造物主和永恒猎羊 严格来说 我自己也能排入这个行列 毕竟是因黑占卜而来 掌握着诡异挥晤的意识之魂 这难道就是罗萨尔之后的又一个时代的风口浪尖 所以伴什么 恐怖封印物们才会纷纷进入现实生活 克莱恩念头闪烁间 心情沉痛的记者麦克和外科医生艾伦相继告辞 他也不快不慢地离开了墓园 就在他四下张望 寻觅哪里有出租马车的时候 一辆熟悉的马车从隐蔽的地方驶了出来 停在了他的面前 虽然黑色车厢上的文章被技巧性地做了遮掩 但克莱恩还是依然一眼就认出 这是埃德萨克王子的马车 无声无息间 车门打开 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老管家下来 李洁兴做出请的手势 王子殿下在等你 好 克莱恩没有半点心虚 进入了宽敞温暖的车厢内 埃德萨克王子穿着深蓝色的大衣领外套 胸前是一条条金色受戴般事物组成的装束 这让他看起来异常高贵 他妈撒了下钻石领针 狭长的眼睛带有几分叹息 就连参加朋友的葬礼 我也受到限制 不能直接倒吵 只能远远旁观 只能派人替我献花 这就是王室的不自由 如果塔利姆的祖父没有丢掉爵位 你应该是不用避计什么的 克莱恩顺着埃德萨克王子的手势 坐到了对面 埃德萨克端起烟红如血的奥尔米尔葡萄酒道 哎,我原本打算找机会帮塔利姆的父亲恢复一定的爵位 可惜 他没有深入这个话题 转而问道 夏洛克,你有收到那个包裹吗? 有 克莱恩问什么答什么 绝不做过多的描述 埃德萨克轻轻汗手道 有什么进展吗? 我利用塔利姆的头发,血肉和随身物品做了几次占卜 但得到的结论都是他死于突发的心脏疾病 克莱恩又没有感情色彩的平滑叙述 疯狂暗示着我序列不高 我水平有限 我虽然擅长占卜 但对方更加强大 我肯定调查不出真相等意思 埃德萨克露出难以掩饰的失望表情 他了口气道 之后你打算怎么调查? 从塔利姆死前几天接触过的人和去过的地方入手 克莱恩按照预案回答道 埃德萨克看了眼老管家 这肯定少不了威逼审问和金钱收买 嗯,给夏洛克一百磅做调查经费 是,王子殿下 老管家从一兜里套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叠钞票 直接给一百磅做经费 克莱恩再次感受到了埃德萨克王子的慷慨 我会努力调查的 他接过那一百磅现金 直接穿入了口袋里 没去细数 希望我们能让塔利姆安息 埃德萨克王子紧握右拳 轻击左胸 他边说边侧头望向窗外 望向不远处的皇冠墓园 他对塔利姆还是有几分情意呀 克莱恩暗自叹息 被老管家引领着离开了马车 皇后区或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 奥黛利看着面前长发及腰的心理学教师伊斯兰特 假装谨慎地左右看了看 他随即压低嗓音道 伊斯兰特老师 我最近有参加一个新的非凡者聚会 里面有人在高价收购人皮幽影的特性和风卷者魔妖配方 嗯 不同的人 这应该都是中序列的事物了吧 听起来很有意思 啊对 你们感兴趣吗 伊斯兰特正了一下 陈寅几秒道 我回去问一问 好 奥黛利轻快回应 就像只是单纯觉得类似的中序列交易有趣 伊斯兰特受回注意 认真说道 奥黛利小姐 虽然你已经是序列八的非凡者 但你没接受过正式的神秘学教育 对观众和读心者的许多应用型技巧 及相应的理论基础也不够了解 从今天开始 我将引导你逐渐成为真正的非凡者 这正是我希望的 奥黛利真心诚意地说道 蹲在他脚旁的金毛大狗苏茜 也愉快地摇起了尾巴 似乎在替主人高兴 打定主意 孝极代工的克莱恩乘坐马车 回到了明斯克街15号 他开门进屋 刚要摘掉帽子 动作忽悠凝固 他的灵性直觉告诉他 有陌生人进过客厅 进过房间 这几乎没有掩饰啊 算是一种警告 有警告总比没警告好 克莱恩利在门厅沉默了好一阵子 旋即他转身出门 乘坐出租马车前往蒸汽教堂 这座教堂高耸着烟囱和钟楼 前者代表蒸汽的力量 后者悬挂复杂的钟表 象征机械的美感 此时既非周末 又不是中午和晚上 教堂大厅内只得稀稀拉拉的信徒 在安静地祈祷 克莱恩坐至靠过道的位置 靠好手杖 摘下帽子 对着最前方的圣灰 撞目作样地祈祷了十分钟 接着他拿上东西 沿着过道抵达圣坛 对站在旁边的主教道 我想忏悔 好 神在注视着你 面容慈合 两并苍白的主教 当先走向了侧面的告解室 克莱恩紧随其后 关上了房门 他坐到椅子上 隔着木板对主教道 我忏悔 我面对危难 没有坚持原则 选择了退缩 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主教柔声问道 克莱恩当即把塔利姆的死亡 自己的怀疑 对机械之心的提醒 埃德萨克王子的委托 以及在占卜 未能获得想要答案后 面对王室清亚 发自内心的退缩之情 原原本本描述了一遍 他之所以不直接找卡尔森 是担心自身 不仅被对面注视着 还被埃德萨克王子的人 暗中观察着 一旦明确说出敷衍和代工意图 说不定会遭遇另外的恶难 而蒸汽教堂 是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 贝克兰德教区的总部 是他们三大圣殿之一 没人可以窥视这里 克莱恩打算的是 借助蒸汽教会 传达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避免被卷入更深层次的冲突 简单来说就是 遵从心的意愿 主教安静听完 语气不变地回答 你的选择是人类的本能 神不会责怪你的 你回去吧 神会逼佑你的 这就好 克莱恩听懂了暗示 安静地离开了蒸汽教堂 站在外面的街道上 看着弥漫薄雾的天空 他无声叹了口气 尽快提升吧